来 我们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位神气的人 耀文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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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气的人生造就最佳男配角 是 八字都在那天兵河外有枕头 只字都在这群众整个顺内楼 哎呦 顺逆流 耀文心上就有太多的逆流和顺流 出道之前做的是什么 参加了一个炸鸡团 炸鸡团啊 你看啊 对 炸鸡团 炸鸡的啊 哪里炸鸡啊 KFC啊 你其实是炸鸡团 你们就是耳力不好 不是能听嘉宾说话 对啊 什么 我们早就听出来是炸鸡团 炸鸡团 这炸鸡团做什么呢 都会有很多翻筋斗的动作 翻筋斗 哇 坦子宫 后来听说你就参加了比赛 因为我们这个团常常会参加 电视台很多的 哦 电视台 颁奖典礼啊 都会有很多表演 我想起来了 好像有一场学友歌的演唱会 后面穿忍者装的应该是你吧 没错 没错 很多 哇 那个很久了耶 在后面跳那个弹床啊 很帅啊 你看眼睛很好认啊 眼睛很好认啊 后来人家就从明星的背后 走到了明星站的那个舞台 人家参加比赛去了 新手歌唱比赛 唱的是什么歌 拒绝在玩 哇 当时拍就一下啊 好像是人玩 当年好伴奔 如晓铁 寻找真诗自己 好 focused 好 看 好 在某天的规矩在闻 很老的歌 很老的歌 还配上当时的舞步 当时他们参加那一届比赛 中间就出了一个 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和喜爱的一个歌手 郑秀文小姐 郑秀文 对 好像是15岁 这个时候 我就19岁 哇 好小哦 对 参加那个比赛 还有一些 温兆伦 天哪 李克勤 周慧明 天哪 那时候获奖的梅艳芳 吕芳 黎明 黎明 张卫健 许志安 和少林小子 少林小子 你不能投光的 后来发了专辑了吗 就发了几张 销量怎么样 有一张OK 其他三张都不行 但是作为歌手 好像一直都没有很红 因为那个时候有些歌 是比较偏的歌 很爵士的歌 可能这个时候 那个年代不太适合那种歌 后来就是有一个炒歌的机会 无线电视就找我去拍电视剧了 OK 我们要满足观众的要求嘛 就是你上来我们都满足你 然后有卷型了 然后开始拍电视剧就当演员 你记得你第一次被别人批评 被别人指的是因为什么事情 因为有一个朋友是拍电影的 然后叫我去玩玩 没想到玩完之后就被人骂 因为这场戏只是说 我要被打 然后就鼻血喷出来 原来是要喷到镜头去 但是因为我已经喷到很远的地方了 对 然后导演就一句就来了 说到这个喷血啊 我们天天兄弟当中有一个内行 他自己小时候点血 把自己点到吐血 我那是生病的 吐血吐得比较严重 而且听说在学校 坐在你四周围的同学都很红 对 对 他念书念一念 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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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我怎么喷得这么不讲究呢 对呀 我怎么应该也拿个白手卷 那是林黛玉 林黛玉吧 本来家里要做汤圆 韩哥一喷血 直接改吃丸子了 猪血丸子 猪血丸子 太过了啊 后来就到了事业高峰 就问顶了三个最佳男配角 金马甲 金象甲 金子 金甲 人跟野兽有关系啊 怎么会挑选你演反派呢 其实真的不是反派 他有病 这个钱锋啊 他自己是特别想演坏人的 我想挑战你 你演一个斯文病态的感觉 我们给你一点道具 有什么金丝眼镜啊 银铺棒 老板 金丝眼镜 你就从一个擀面皮的师傅 突然间 变了 擀面 老板 三斤水饺 你那个馅儿是用什么肉脂 老板 你那个馅儿 什么肉啊 好肉 好肉 是什么肉啊 好肉 我告诉你 就是上一个客人的肉 金丝眼镜 金丝眼镜 你怎么比他还厉害啊你 别闹 我这个抱的那么短 你那个那么长 你也可以喊 你也可以喊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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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了吧 你乖了我就不收你 你插进去吧 顺便把这根也弄好 来 把这根也插进去 对 大 爆 耳朵真不错 后来为什么就开始从这种反派啊 然后警匪片 一下就变成接喜剧了呢 因为喜剧真的很开心 你知道吗 这很开心 但是很烦恼 为什么 每天都在心想想 怎么想那个喜点 我想我们天天兄弟几个人 如果要演个喜剧的话 就不用想啊 那里面上来就是喜剧 我们几个人往那一坐 就是一场喜剧 太可笑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 孙悟空 季工 哪吒 要挑一个 你愿意演猪八戒吗 不是 你愿意演谁 孙悟空啊 为什么 要跟陈唐鸣斗一下吗 批评一下 我们也希望将来 你能够在题目上 创作出更多很棒的这种角色 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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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就是 神话剧里面最扬眼的角色 馅儿一样 馅儿一样的美女 美女 我们有请 对古装戏当中 其实大家最愿意看的就是仙女儿 我也只看仙女儿 不管主角发生什么事 对 我们首先问一下子涵啊 韩汉 子涵觉得啊 这个除了范冰冰以外 中国没有人比她更适合演青蛇 为什么是除了范冰冰以外呢 为什么呢 她总得留一个吧 其实心里有可能这句话 压根就没想过 是啊 是吧 葱青人怕这 所以 不怕不怕 就是我拍白蛇传的时候 你要看上手表看脖子 看时辰说话 看时辰说话 可以讲可以讲这个是 对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七八年前呢 我比较适合青蛇 所以就毛曲自荐 写了三页纸信给制片人 然后就跟她讲说 我觉得青蛇除了范冰冰以外 剩下就是我了 结果就真的演了青蛇 是 一个演员 看到一个好角色之后 想尽一切办法 要得到这个角色 削尖脑袋 是 风哥你这次小生来了 你是怎么获得的这个角色 对 你说 制片人看我傻 制片人真看得准 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看出了我 能够扮演的这个角色 我在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老实 性格呢非常和善 跟我真人也差不多 好吧 师父吧 别扔过来了 别扔过来了 别说谎了 对对 欧弟你在这个电影里面 这个角色是怎么获得的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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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ghs 太好 然后我就去了 噓 噓 噓 你演的是不能说的秘密吗 我演的是老公 那个老婆还比我高 比你高的女演员太多了呀 而且 都还很多 高很多 那个 那个老婆是谁呀 不能讲 噓 不能讲 李爱 千万不能说是李爱啊 噓 噓 噓 子涵 你很喜欢演这种古装戏吗 从现在的时装戏 我觉得什么样的女孩子都可以 因为有个性就好的 古代的女生呢 可能就比较标准 因为大眼睛 高鼻子 小嘴巴 刮子脸 嗯 对 我觉得我把胡子刮了也这样啊 所以你也很适合古装戏 你那还刮子脸 大眼睛 你看 你这个 有一步一步来 你仔细看 大眼睛 大眼睛 双眼皮 高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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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嘴 大胡子 小嘴 你们家的古典美女才大胡子呢 不是 你看那个 那是门神 别人是刮子脸 你是西刮子脸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深冬90后 喜欢动物跟OD 那喜欢还是一种 对 就是我狐狸 真的狐狸 它本来是放在仓库 那里环境啊又热又差 空气很糟糕 所以我看它好可怜 我就把它放到房间里去 你在房间里面养狐狸 我放了五六天 但是服务员说 太臭了 不能放 你为什么不跟它洗个澡呢 不能洗 因为它的皮毛超厚 而且狐狸它很大只 我没有办法跟它一起洗澡 你还想跟它一起洗澡 你就给它洗洗就好了嘛 不是 不是 要真的要给它洗澡的话 基本上自己也等于洗完了 你是很喜欢OD吗 我是很喜欢它 那怎么好意思 你哪里不好意思啊 那这样怎么办 你看到本人有失望吗 不好意思哦 没有失望 其实就长这样而已 非常满意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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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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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呢 我们在甜甜兄弟里面 也养了他一段时间了 养了挺久 养了五年了嘛 也养了五年了嘛 也有一股味 你既然就对他挺满意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他关到笼子里 对 给他洗澡 给他洗澡 你可以带着他 请问你愿意吗 你怎么多带啊 今天刚好我生日18岁 对 就今天 今天 是真的吗 我愿意快乐 我生日快乐 谢谢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大家有什么好说的 走吧 我愿意快乐 来吧 回来 金箍棒 金箍棒 你也是会叫金箍棒的 为什么 别闹 别闹能行吗 特别可爱啊 他特别喜欢欧帝 90后 而且现场呢 希望跟欧帝学一招 哎呦 哎呦 五步 太空步 你先教我 你先教我 因为我不会 可是因为我在偏偏像装 经常看到他太空步 太空步有分三种 太空步 对 比较经典的就是那种直线 往后的 鞋子不够滑 对 好 第二种 第二种 这侧面的 第三种 第三种是腾空飘浮的 看我的脚 那我学第三种 认真了 认真了 实际吗 你那是踩到 不该做什么东西 踩到口香糖 踩到那个要一 让我赤脚 我真的要啊 我 我不会啊 原来你这么可爱啊 这 这 早点说嘛 你这个身高太适合了 我找你好久了 人呢 人呢 是这样吗 人呢 人就在 人就在 你看看人家走的那个太空步 人家姑娘把高跟鞋一穿 人呢 哎呀 你回来了 很可爱啊 很可爱啊 太调皮了 我妈害你 你真的18岁 对啊 所以你要把它关在笼子里 可以带回去 我吃的东西很简单 对 接下来是婷婷啊 婷婷是哪里人 重庆 你是重庆的啊 你也是重庆的啊 我们两个都是重庆的 上海的 你是上海的是吧 四弟 你是上海的 上海的你干嘛用重庆话跟人说呢 哦 可是人是上海的 对 我都不跟他握手了 名花有主了 没有啦 你可以试试看啊 真的吗 再去 现在这狐狸就是这样的 是吗 你看多保 多会保护自己的主人啊 太臭了 其实说到这个天天有喜啊 它是源自于湖南的一个神话传说 刘海坎桥 哦 五大街 对对对 刘海坎桥 现在啊这个神话剧呢 结合了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流行元素 对 比如说高富帅 屌丝 嗯 屌丝 白富美 对不对 有白富美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天天节目组的 屌丝男神 哎呦 哇 他来回答几个问题 有请屌丝男神 哇 刘远我们的导演啊 你看 看着穿着打扮 这就把鞋挺好了 太屌丝了这个 让你演屌丝男 没让你演技工 刘远写字写得特别的好 但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事啊 都不愿意他写我们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祖传是刻碑的 真的啊 不要那么介意嘛 有点不及礼 迟早还是用得到的 就是稍微早了点 特别可怕 每次一路过他的办公中一看 哎 不要写我的名字啊 求求你啊 我特别想 可爱问一句话 可爱啊 你跟重庆女孩谈恋爱 吵架的话 是不是每次都是你赢啊 我输啊 为什么你口才那么好 就是他说一句 我心里面反驳五句 但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对啊 重庆女孩跟你说 踢起刀子刷的 你要跟他弄起来一个 因为他跟刀子刷 开玩笑 因为他乱批菜花得不好啊 重庆女孩是乱批菜啊 乱批菜 虽然我是沧沙人 龙他不赢我跟你说啊 问一下刘远 请说 你想不想找白富美 说实话 我想 我很想找白富美 为什么呢 你先说为什么想找白富美 因为她们阳气 她们看起来就是在边上有面子 你有面子了 她得多没面子啊 她连里子都没了 你什么样的女生是你心目当中的白富美 特步 天天向上